最近红海危机也爆发了,原因就是胡赛武庄对红海地区的商船进行了袭击,导致美国和英国也加入了这场战局中来,并且对胡赛武庄进行了八轮空袭,引起冲突外溢的风险不断扩大。 那么在此之际,美国方面的官员也表示,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向胡赛武庄施压,包括最近三个月都向中方传递了一个信号,那就是希望中方借助与伊朗的关系,来遏制伊朗对胡赛武庄的支持。 但是对此美方表示,中方选择了无视,其实在红海问题上,中方的立场是一贯且明确的,那就是不支持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。 由于美国和英国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,对也门进行空袭,也进一步导致了危机的不断扩大,而是航运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影响。 那么在此之际,最大的赢家也出现了,不是美国,不是胡赛武庄,也不是伊朗,而是靠能源出口的俄罗斯。 据彭博士报道,自从一月末起,中东往亚洲一带运燃料的路费,简直是飞涨,大涨百分之一百八十二,背后原因可能和红海这招大都买出问题有关,让运输公司人心惶惶。 但话说回来,这运费涨得也太过分了,经济上完全输不过去,看来航运公司趁火打结,捞了个天大的好处,想当年2020年疫情纳会,也是这样的局面。 就拿最近的情况来说,从中东往亚洲拉一趟石脑油,费用在五天之内就跳水式翻番,从三万美元一天飙升到差不多八点三万美元,要知道石脑油可是生产汽油和某些塑料的原料。 过去一周,有一波沙特和伊拉克出发的,装着将近九百万桶原油的大船,要横穿非洲走一趟地狱模式,光是耽搁就要两周,更别提成本上涨了。 但这剧情可能很快就要转折了,客户们可不傻,最后这批迟到又贵的货物应该是最后一波,下次直接给出高价的。 他们肯定不答应,宁愿找性价比高的货源,总之俄罗斯这回在能源市场上,可谓是获得了意外的好处,因为亚洲的买家,可能会因为中东地区燃料运输的成本飙升,而转向俄罗斯购买燃料,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销售可能因此水涨船高,直白点就是赚得盆满钵满,而且巴拿马运河上的船堵得跟高峰期的高速一样, 让美国的货运也跟着一样的不景气,物流成本直线上升,这般景象无疑是给俄罗斯送上了横财,他们的油水货轻松绕到红海,或者从自家后院朝中国的方向一路畅通无阻,根本不用担心绕远和额外的花销。 西方媒体也几乎,若是红海的问题,得不到妥善处理,印度和中国客户可能更会选择购买俄罗斯能源,因为无论是谁,都受够了运货上加价,这种涨价玩法,就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但眼下还真没办法,直接制裁这些狮子大开口的运输商,市场规律恐怕得发挥作用了。 就像2021年那场乱局,高昂的运费最终让需求降温,运输公司只得吸收教训,纷纷降价求生,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,亚洲的市场门已经大开,俄罗斯的原料供应好似穿风,一挂而入,客户们可能已经坐定了俄罗斯的顺风车,心想既然捡了便宜还能省心,何必再回头摸索,原来让人头疼的路径呢? 简单来说,美国在这一事件中处于不利位置,俄罗斯则从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收益,其实对此美国也很着急,但是光凭自己没有办法,只能找别国帮忙。 对于胡塞武装,美国和英国已经空袭了八轮,依然没有作用,甚至胡塞的枪口还对准了美国货轮。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,美国这段时间一直在找中国的高层讨论,希望中国能劝劝伊朗,让胡塞武装不再在红海发起袭击。 报道说沙利文和他的副手费纳,今年一月份与中方聊过这个问题,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出席了。 不过就算美国如此三令五身,据说中国除了上周发了个态度比较温和的声明,并没有真的去用力敦促伊朗什么,可以说是听了进去,但并没照做。 中国在这件事上显然是不愿意随着美国的风向转的,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打法,胡塞武装不是劝劝就能起作用的, 根源还是巴以问题,如果巴以问题得不到解决,那么不仅仅胡塞武装,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组织,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袭击,最近叙利亚的美军就要抛路。 可以说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,推动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,但是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,美国虽然盼着中国能出面管一管,但看起来我们中国自有高招, 不准备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圈圈,所以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,现在国际形势就像是一盘棋,美国想通过制裁俄罗斯,孤立俄罗斯根本是无法行得通的, 同样美方唯独打压中国,限制中国科技发展也是行不通的,这都是一个道理,原因很简单,那就是现在在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,是一个开放性的,包容性的, 一个多元化的,多极化的,而不是美国单边主义盛行的时期,美方应该清楚认识到这一点, 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最新消息,胡塞武装发布了声明,对中俄和美国船只区别对待, 胡塞武装官员巴基蒂打包票说,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,在红海这片水域里,可以像家里走廊一样安心溜达, 不用担心有人找麻烦,巴基蒂直言不讳地表示,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的船,可以放心通行, 而且我们还能提供安全保,可以看出胡塞就像是在明修战道,暗度陈仓, 明面上在红海闹得沸沸扬扬,可私底下则是给中俄开绿灯,让船只能够风平浪静, 而对那些西方国家,尤其是美国,可能就是另一套算盘了,意思很明确,这就是在告诉世界, 咱们的枪口,只瞄着美国和以色列,至于为何对中俄与美国区别对待, 胡塞武装也给出了一句话,那就是自由航行很重要,这对美国来说也是莫大的讽刺, 因为所谓自由航行的说法,是美国最先发明的,以此来再踏过领海耀武扬威, 现在风水轮流转,胡塞武装也是一笔知道还是笔深,用美国方法恶心一下美国, 显然胡塞武装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,一边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,一边对中俄示好, 其实自从去年十月以巴冲突以来,胡塞武装就开始频繁对着红海上,和以色列沾边的船只开火,表示要支持巴勒斯坦兄弟, 胡塞一打,美国就不干了,在红海犹豫了一个月才决定下场,直接与英国联手,对也门进行导弹回击, 就这么你来我往,闹得红海航用量直接跳水,掉了七成,现在胡塞武装出来说,咱们可不是瞎打打, 看到心跳起就不客气,其他的船只放心过,一路风平浪静, 其实对于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所作所为,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决议, 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干扰国际航运的做法,毕竟胡塞武装的袭击,确实影响了这条航线的安全, 但这次胡塞武装也很聪明,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,有针对性的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, 而这也告诉了美方一个道理,那就是在巴以问题上,如果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, 那么局势很可能不会得到平息,而且美方也应该很清楚, 想通过军事手段,想遏制住胡塞武装,那么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, 而且,塞武装对美国船只的直接打击,和区别对待别国的船只,意思也很明确,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,世界并不是由美国说了算,即使是超级大国, 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立场和利益,尊重国际法和多边合作的原则。